帽子的话永不磨损啊 家人宝石350 腰带的话同样350 鞋子四孔100块钱 项链高龄的破血啊 能卖成一个300加 衣服的话能卖成一个150加 武器的话永不磨损 但是伤害真的特别低 603除以3加344 啊8972出伤的话473 这把武器没法说太多 我觉得550块钱左右 零食这个100加100加零食能卖个200 防御费的双双海能卖上一个加耳饰的话总给了个300 宝宝的话有个鬼匠啊 这只鬼匠的话能卖上一个3000块钱啊 3000块钱要加吧啊 3000块钱加啊 给个3200块钱左右吧啊 家人宝布装备啊 能加上一个3500块钱啊 是一个传统的任务号 一身的布膜装备都已经开花孔了 借助武装罐的那个烟雨飘渺的这个浮石 可以打出一个超高的数据伤害 老板在平时的任务中加上这个鬼匠加那只虚迷 真的啊 所向披靡啊 比谁输出基本都要高 烟雨剑法起刀一般不会低于2600 挺好的啊 还有有些